中国女排在今晚将迎来世锦赛的第二个对手哥伦比亚女排 由于龚翔宇赛前受伤 蔡斌曾表示会给她两场的休战时间 所以此一的首发应该和打阿根廷时没有变化 王毅竹恐怕会继续站在首发接应的位置上 哥伦比亚女排是南美洲的一支队伍 他们先有在国际比赛中亮相 也是首次和中国女排交手 哥伦比亚的打法是缩小版的巴西队 两边攻守的实力较强 小球串联要比阿根廷细腻一些 不过即便如此 从两队实力来看 中国队3比0拿下哥伦比亚的概率还是很高 这场球中国女排还是应该以拿下比赛为前提 积极锻炼队伍 为第三场对阵日本女排打下坚实基础 从首战阿根廷来讲 凋零宇在传球的思路上还有过于局限 忽略了接应王毅竹这一点的进攻 面对哥伦比亚女排 凋零宇应该多给王毅竹一些信任 多给他一些扣球 王毅竹的进攻实力并不弱 他的优势就是跳得高扣得重 只是小球串联环节 有些缺陷所以无法占据主力 上场比赛 王毅竹10扣3中 虽然数据并不理想 但是到位球时的扣球威力 还是让人见识到了他扣球凶悍的特点 所以二船凋零宇应该积极利用这一优势 在一船到位的情况下 可以多利用王毅竹 除了可以让这位小将的信心得到提升 为后面的比赛打下基础外 也可以减缓4号位的进攻压力 如果王毅竹这边一直没有进攻 对方的篮防布阵就会相对简单 只要发球破攻就可以直扑4号位 这对于李盈盈和王云露而言 进攻压力陡增 两边开打是蔡斌一直所追求的打法 希望凋零宇可以坚持使用这一打法 王云露和王梦杰两位球员 在打哥伦比亚时 也应该保持前一场良好的状态 最好能够延续到世锦赛结束 王云露之前给人的感觉 就是一串能力好 进攻天弱 不过世锦赛首秀中 他一改往日软和的刻板印象 扣球威力十足 成为对内第二得分点 而且防守也十分积极 亮亮呛呛地防起了许多球 王梦杰在第一场和阿根廷的比赛中 接触了63%的一传到位率 直接提升了中国女排的一传水平 让原本混乱的场面变得安稳起来 也给攻守创造了许多打战术球的机会 防守上 王梦杰的愉悦旧球让人印象深刻 飞扑到党板前的旧球 更是博得一片掌声和赞感 这两位球员对于缺少了 龚翔宇的中国女排而言 显得至关重要 王云露将担起第二得分点的重任 王梦杰将成为球队的后排核心 球队要想取得好成绩 两人的状态好坏决定了一切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订阅收藏